我们外销日本市场最高的一个数量 曾经达到一万七千多公顿 那去年我们也达到了一万五千多公顿 那今年希望也能够维持 这一个一定的一个外销数量 台湾凤梨品种改良跟栽培的技术很成熟 从三月到八月陆续都能享用到金钻凤梨 还有土凤梨以及牛奶凤梨等等的品种 农粮署也跟众多的学员单位合作 提供多元化的凤梨产品 并且跟各大的通路结合 希望让国内外的消费者都能吃到台湾的优质凤梨